好另外这个墙震过后灾区的抢修 有些工程单位是默默的来进行 那么得以让900公顷的绿色稻田生命命脉灌溉沟区 能够恢复正常的供水 那么农学署表示呢 玉里工作站的管辖 浊西乡跟玉里镇的农田灌溉沟 总共有123处的回损点 目前都已经是完成了灾修通水 那么断带造成的稻田隆起的 这个80公分 整地所必须花费的巨资 更是让农民苦恼 地层的隆起造成农田无法顺利的排水 农田水林鼠开挖倒水路 避免稻田积水造成农民的损失 它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造成整个地形变动 那地层的隆起造成我们排水 没有办法顺利排放出去 所以我们就协调当地的农民 让我们这边开挖 临时做一个倒水路 以免周边的农田淹水 造成农民的一个损失 这些看似简单的基础设施 而却是在偏远地区 农民赖以为生的稻田重要设施 在地震发生后 太平灌溉沟曲松浦段 造成了100公尺墙面裂缝 使得灌溉用水自豫东国中紧急停水 影响900公顷稻田 而漏水处暂时已发泡击 补漏约700多处 农水属花莲管理处也表示 目前已抢通供水 而后续也将规划附建工程 那我们目前第一个步骤就是 先行将灌溉水抢通到各个灌溉区域 让这次的二期到座能够顺利收割 那抢通水之后 我们接着就是规划我们的附建工程 那附建工程可能会受到 现场一些公共设施的搭配 还有因为这次地震所断层带 受地层隆起的影响 那按照实地的需求 来规划我们未来的附建工程 稻田的隆起也造成了 灌溉沟渠的断裂 无法进行水稻田的供水 在农水属的抢修之下 目前已全面供水 老农也表示 整地必须花费一笔巨资 才能够进行第三期的耕作 我当初我就在下面 因为我还被地震震下去 那田里面下来 整身都湿掉啊 地震的时候 回家起摩托车没有办法回 用走路走到这边来 用走路回家 怎么会不会吓到 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大那个水 那个震度 我趴下去还给它 冲下去那个田里下去 整个身体都湿掉啊 现在都没有水 现在它高起来就没有办法 像排水锅都坏掉了 都没有水啊 排水锅都坏了 排水锅都断掉啊 整个都断掉啊 都没有办法放水啊 所以现在就是农水族 在帮你补墙这个情况 现在水力的就帮我们 再接管 再给我们处理这个水的问题而已 但是这个费用真的太大 要很多房子 政府有没有办法 对对对 这个部分很难 很难讲啊这个 这个也要恢复起来 那个高低不平这个 你看要花很多钱来 对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有点起伏 它的淹水面就没办法平衡啊 从 反正就这一条一直拉到 最少 这个长度 有没有一公里 有有有 有有 有一公里 就它这一段 这样子 啊其他有小部分啊 只是说这一区块 比较严重啊 拱的 拱的 比较严重 地震过后 各单位进行事业目的的抢修 以松浦灌区为例 太平曲干线9月19日断水后 只花了5天的时间 就把断裂面 抢通送水 而松浦 天堂路至太陵桥 1.3公里的断层面 虽然未造成全面性的灌溉沟毁损 但是蓝腰断裂的灌溉沟 还是必须进行全面性的检释 做后续的修复 松浦的地方 因为有地形的变化 可能最后就是要等农民改田完以后 我们一线矿 所有再重建这些东西 然后其他的 我们就是抢通后 可能年底就以更新的 等他们收割完 田地怪手积聚都可以进入以后 才办理更新 影响的灌溉面积差不多25公顷 然后是包 是隆起的部分20几公顷 整区差不多145公顷 整个松浦地区 灌溉面积 对灌溉面积 这个松浦地区145公顷 但是我们抢完以后 剩下隆起的部分 要另外专案去抢的 专管去抢的 差不多20几公顷 擠上来 擠上来这样子 要不然它是平的 整个是平的 对对对对 这次的地震 造成松浦灌区 从松浦天堂路至太陵桥 1.3公里的稻田 隆起80公分 灌溉面积150公顷 目前有8处较为严重的回损地点 需做后续的附建工程规划 而当地的农民所担忧的 却是后续稻田的整地费用 预估1公顷需要20万元 而这笔庞大的整地费用 是目前当地农民所最担忧的 记者凌杰综合报道